那你辦事項 就是臨請同意 依照兩次專案小組的意見 本案部指定府基部登陸歷史建築物 紀念建築文化機關聚落建築 並解除文化機關的聯合成功追蹤 那二 本案提請本審議委員會審議 依應決議事項辦理後續 以上 今天復工有要做新新聞簡報 那先麻煩復工這題 我代表顧工說明一下這個案子 大概市民顧工一個園區的預定地 文化資產下審議案的部分 那基本上大概有一個整個現況的位置 現況調查跟未來規劃 所以另外一個介入 基地位置就在部門鎮館的部分的對面 那個園區在剛好中間有的智山路 下一張 那這是現況一個空造圖 那建築物其實有總共五棟 就是剛好這樣的基地的 可以看到這張照片在北側的部分 有五棟建築物藏在現況的一個綠帶裡面 下一張 那這五棟建築物的一個現況 我們大概區分了A1、A2、A3這三棟 然後B1、B2這兩棟的一個宿舍 那再來現有的部分 A1棟就是比較靠近智山路的這一棟 圖書館它是一個兩層的建築物 那目前是在安館室在使用 那室內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的這張小照片 第二個部分就A2棟的中任堂 那這是以前的均營的一個 等於是集會的場所 那所以現況部分前面的部分 是一個兩層樓的建築物 後面是一個鋼服的一個集會 集會空間 下一張 那A3棟就是之前均營的一個 行政辦公使用的兩層樓的 新建築物 那目前沒有使用 所以裡面都是 裡面創作已經拆光了 下一張 那B1、B2棟就是早期均營的一個宿舍 他們居民的B1的宿舍 那目前也只有B1棟 在使用的他們宿舍宿 那整個之後的規劃是 整個的園區內和保護 保護原有的榮國 保護原有的既有的建築物 之後規劃 A1、A2、A3棟之後 會當成遊客服務中心 跟行政辦公區 然後B1、B2棟的部分 會當成圖書文獻館 所以整個的園區 大概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確 一門服務中心之後 會保留既有的建築物 區域地公園 那利用現有的五棟建築物 規劃遊客服務中心 行政辦公區跟圖書文獻館 第二個 整建後的一門服務中心 能保有原生的景觀跟生態系統 可以提供倉頒者一個便利的許多公共服務 例如遊客諮詢 導覽簡介跟洗手間的服務 那第三個 之後開放的整個綠地公園 可以給賽地居民跟市民 作為一個戶外休息空間 形成故宮跟周邊居民的一個更新墓里 互利共有的多運行曲面 謝謝 那我們先請提報人先發言 我們每位五分鐘 第一位是臺北市議員 中佩永辦公室的主任李舒浩先生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在場的來賓大家早安 那本人叫做李四浩 也是這一次本案的提報人 那先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當初我們在兩次的審議的時候 那相關委員都有一致的決議 要求國防部來提供所有的資料 那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那個蔡委員她表示的意見說 國防部會提供相關的文件 導致說她沒有辦法進行後續的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資料的一些審議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她的程序並沒有完備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這個 我們在進行審議的時候 那許多委員也提到了 這個影區的一個景觀 是要做一個整體的討論 那我們也剛剛看到了 我們故宮她提的一個報告裡面 她針對於這個中正樓前面的中軸線的左方 那原本其實目前的話是 現階段是一個綠帶 那她可能會要跟旁邊的一個 那個停車場這邊做一個連結 所以她的圖案上面 那個部分的話是全部變成灰色 可能是打了混凝土或是怎樣的話 那其實她對於這個 這一個區域的景觀 有造成非常重大的改變 那所以呢 基於對這個 這個地區景觀的維護 還有這個地方的歷史的價值 希望我們的委員能夠深深的考慮 那至少在這個維護的景觀 這個原始性的部分 或者原本的設計規劃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要求故宮在未來的部分 也可以繼續的來維護來維持 好 以上 謝謝 各位提報人士蕭文傑先生 各位委員好 那這個案子我是有一點意見 那所謂意見是因為 當時居民在提報的時候 最少是提報所謂的故宮本體 包括後面的山洞這個區塊 那但是因為這一區域沒有提到 所以當時在接受居民的一個拜託之下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區塊也一起補進去 那依照文資法 你的工程能力動的時候 你都需要去做一個整體的一個審議 那我們如果單獨把握情侶學校 切割開來看 他的文化資產價值 他相對的就會被減損掉 那我會建議一件事情 那既然故宮這邊他其實就是一個限定的在意 那不妨就是說 還是一定要去指定文化幾乎 因為其實包括後面的 我們講故宮本體 他後面的一個庫房篩漏區 包括像以前我的老師 林蔡老師他的一個布局也都在那邊 其實我會覺得我第一個要去整理去考慮這樣子 那所以有一個不可切割的這個特性 就是要把它做出來 第二個為什麼夯居民會很堅持要去提到這個文化幾乎 我們也會知道最近有個案子好像在南投 那個公國就這樣子被去掉 那也就是說 當沒有文化資產的價值 正面的時候 其實是沒辦法約束的 那我會覺得既然是第一個 運動是有誠意的 那民眾也會希望是一個環境的保存 那文化幾乎的變動性 也是可以在接受一些所謂的 隔度班的調整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應該要去省慎去考慮 尤其是衛星兵學校 當時他也兼具了保護故宮跟保護講中 這個軸線的一個脈絡 但這個部分我們一直沒有看到說 相關的一個資料出來 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講是比較不足的 另外要提醒一下剛才的委員會 雖然蘇老師一直講說 老師喜歡提前任的救難 但是我必須講剛才的審議案 其實我們不能用共識 全是無法規則規定的 但他是沒有同樣 包括國分今天本籍的案子 那到底是怎麼樣 程序怎麼樣 我想前部局長其實是很清楚的 我先還是要回到第110領域的部分 謝謝 本案有兩位陳情人生機發言 兩位三分中 第一位是宋厚林小姐 大家好 我是宋厚林的代表 納桑喜豪主任 他表現 身為在地的領域 我們尋訪在地的高領導人 還有李永德 有得到下面的資料 在民國37年到38年 此處為副官學校 後來改為行政學校 又改為國防管理學校 最後改為衛勤學校 有關此變革過程 軍方擁有完整的檔案記錄 應提供給委員參考 因為他是於三軍醫療教育 衛生訓練後勤國籍管理之後 關係如何分 也是見證文國軍時機重要的一環 第二日此建築 有他人文教程的內容 有他不可忽視的 畢竟脈絡與文理體育 此處城市 醫學院畢業生 受訓十三週後 分發為衛官 或前往衛生點之所在 從一些年高得少 曾畢業於國防醫學院 早期在此建築不義的衣冠當中 相信可徵集採訪到 奮如相關詳實的文資內容 第三點 此舉 五十年代 每週四晚上 民區開放 以寧可排隊 陸內觀看陸天電 是當時在地人最大的娛樂 此舉印證了軍民同樂 也是採風民俗 野蜀文化理事派 有不可缺的律環 第二大堆 此處具備軍營建築特色 被布地區 未有文資保護之屏區 此建築架構完整 因此有大片軍營御操場 大跨距離堂 高挑式天花板 傳統木造整排窗戶 雕保室調望臺 港哨市階梯 雕保室升起指揮塔 超大型的爐灶 鍋具水槽廚房設備 單邊走廊 中央梯行 戶外梯 工字行 紙書館等 都具建築文資的設備 此略建築環 具人文資資料價值 它使臺北少有大 百天然維持 周遭環山道路循環 綠地環廣 觸目暴盛 它與外商性的故宮 官邸會侵懸小情報學校 東武大學行的軍營 位置相演成群組 互相密切關聯 從楚文化歷史教育的綠建築 栽種其中的老農國術與農術 從空教育擺爛 一部工的農國童鼠 五十多年的國寶術 它前後都有方期經流 謝謝宋小姐的說明 您可以把 您可以把書籍一件留下來 謝謝 下一位是周家軍小姐 請講話時間三分鐘 好 各位我們早安 我們是在地的公民團體 我的民主政縣 我是周家軍 那我有幾個理由 想要爭取這個地方 作為文資指定 剛剛我當然聽到說 前面的幾次專案小股 的一個暫時性的結論 是覺得沒有 但是我們想要強調 就如同剛剛庭報人所說的 這個地方的歷史脈絡 歷史資料 其實應該國防部要提供 但是我想很遺憾的 我們看到國防部 只有提供非常基本的資料而已 可是在其中發生出 這麼多的故事 發生這麼多的歷史文語 其實我們都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如何認定 它不具文資價值 我想我在這邊要提出 第一個懷疑是在這邊 那第二個是 我們想要有幾個理由來說 為什麼我們認為 會請學校應該被指定為文資 第一個是在這個地方 雖然剛剛講到說 這個建物可能 幾經新建或幾經整建 但是我們要說在這個基地上 的確它從民國37年38年 它就是一個副官學校 到後來行政學校 一路變革到現在 這是第一條歷史的軸線 第二條歷史的軸線 是民國27年 在上海 在長沙由內政部設立的 這個內政部的衛生人員 所幾經轉轉反折 到了台灣以後 最後落腳在 這邊的歷史營區的 這個位置的學校 所以它其實是兩條歷史軸線 交錯在這個營區 在這個基地 這個營區上面 那我們認為 不管是哪條歷史軸線 都有七八十年的歷史 由此我們會希望說 第一個它可以被認定 第二個我覺得 我會想要邀請我們的委員 不只看這個地帶 而更要往外看 就像剛剛另外的 提報人在講的 跟木工 跟附近的關頂 跟支山岩所在的金情局 跟陽明山上的管局 其實它是整個連成一片的 從民國38年 蔣介石戰犯來到台灣之後 市民就開始被賦予了 不同的政治意義 和政治意向所在 而我認為 魏晴學校是其中一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 我們希望留下這個軍營 是能夠記錄特殊 而豐富的阿兵哥的經驗 那雖然我們說 他們不像一般的 眷村眷社一樣 有長達十幾年的 生命歷史可以訴說 可是我想在這邊 非常多的難事 你們的當兵經驗 絕對是特殊的 被給妖床 被女朋友劈腿的 或者是被霸凌的經驗 這麼多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留下一個魏晴學校 把這樣特殊豐富的 兵役經驗好好記憶下來 第四個 剛剛前面宋霍林有講的 這個也是一個 當地的居民跟居民 互動的一個歷史 在民國五十年代 這時候商業消費 沒有這麼普遍的時候 這個當地的居民 最奇看的就是 每個禮拜四晚上 不曉得那個時候 是不是蒟光日 可以排隊進到營區裡面 去看露天電影 那個時候可能 可是這樣樣的文字電影院 文字電影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流傳出來的 第五個 專案小組的委員都提到說 這邊有大片的草地 有榮國老樹 有雙溪 生態環境非常好 再加上故宮最新提出來的 新故宮計畫 也都同意要保留 由這邊做為一個舊有的建築 所以我們基於以上六點理由 我們非常希望 委員能夠重新考慮 把他認定為文字 以上 謝謝 謝謝 好 那謝謝 提報人跟審計人的說明 我們要進行委員討論前 麻煩其他除了委員以外 其他的提報人相關單位 麻煩請到黃明星 還是有疑問 就剛剛針對於提訴的 國防部會提供相關的資料 這部份是否符合程序的部份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財師 待會麻煩財師 謝謝 還是我們先請我們承辦單位 那我們先針對程序的部份 先做說明 有關於剛剛要請 國防部來提供資料的部份 也跟報告一下 我們是發文給國防部的 但是他除了一些 歷年從72年從衛生 請入學校 前到立行營區 就是一個後勤病學校 一直到85年都改名 然後一直到後來 幾個民生的輪根之外 其他他沒有辦法 再給我們任何其他更多的資料 以上 跟趕快報告 因為剛剛其中一個蔡委員 也有提到說 國防部沒有提供相關的資料 表示他無法判斷這個 這個本案的價值 所以針對於我們非常尊重蔡委員的意見 是不是這個部份的話 我們是要重新的 再請國防部提供更多更詳盡的資料 甚至請他們來做一個簡報跟說明 然後再來繼續本案 謝謝 這會不會我們還是就 等一下進入委員法 因為這部份委員也不到現場看 那委員會再等下會納入什麼議題的討論 那 那你這個程序的建議要 好 那這個就由我們主席這邊來採取 我們尊重主席 我們會採訪你的意見 我們會納入整體的討論 那是不是一程序就先 先請你們到這一次 謝謝 謝謝表委員 謝謝 謝謝 開了兩次 因為有個人在這兩年 他們做豪室的秘密 那每次國防部體突然比較拆除 因為移動移動的拆 當然個別上區別的 而且聽起來每個牛市新市的也都在 當年經濟的混沌 或者說就是 那些事情大概都會被蓋過 個點還是被蓋過 這種整體看了 因為就是大概就會有些最不明顯 就是我們在裡面 我們會以為是要不應該 立案才不明發言 就是大概有點整個整體來看 結果我們把那個至今有多少限制 這個計劃刪掉了 大概猜得不多啦 我們應該說 猜得沒有所謂部份的一個 他只有三頁那個資料 大概猜掉了 在一個部份的移植 可能可以感受到非常範圍見證 大概有沒有猜 如果猜 按照按照的收限制 我們應該就是不會有見譜 我們就猜 應該是沒有結局給猜 那在這種給予兩次聽者來講 就是他這個盜路進行手間 軍力軍事訓練所去的這些 這些功力都應該在哪裏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審議的觀點來看 那第三個呢 大概歷史的部分 剛剛在台北之前 有些大概只有收集到大約是六十二年之後 那大概可以知道這幾年 那六十二年之前的狀況呢 大概不見兩題 那但是今天可能有些是 大概第一個那些可能的內容 就是像剛剛週刊年初期的第一天 這個過去的程式的過程 那剛剛可以來看 因為這個是還是預為交合件 所以大概我還是支持呢 這個去文化資產價值 只是用巨洛建築群的觀點來看的 或者是比較有意義 那這個巨洛建築群呢 在對建築的事情處理方式呢 也沒有那麼嚴格 因為就可以各地來看看 幾乎後來的需要 而做出程度的調整應該都可能 但這個我覺得應該 在各方面來進行下方 謝謝 各位 我對於這個案子 我的理解是 要從整個戰獲 這個我們老小總統來台灣以後 一直到我們剛剛看的活復紀念口 還有一些比較有意義的 或者是比較特殊的現代建築 比如說我們原山的 前面的那一座殿堂 原山大飯店 這一類的仿中國宮殿式的那個建築 這一連串事實上跟 到最後的重大的事件就是 叫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就是在台北 是唯一風行在執行的一個過程 那故宮呢 大概故宮的朋友大概也知道 故宮的標本原來是 故宮的 對考古家來講是標本 故宮的文物 最早來的時候 因為是跟中華研究院的文物標本 一起來的 所以我們在基隆上岸以後 是分頭往中南部運的 中南研究院的標本 在楊梅停下來 然後霧峰的標本運到霧峰 所以霧峰現在台中市政府指定了一個 霧峰三邊的隧道 這裏要做為非常重要的保存的 應該是歷史建築 因為我有參與指定 那我也送給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兩個故宮當時搬來台灣的時候的 裝標本用的箱子 裝文物用的箱子 因為故宮當時要全部丟掉 可是我是考古主的主任 我要求他們留六個給我 因為故宮是用鐵箱子 很精緻的鐵箱子 歷史研究所是用木頭做的箱子 所以我把兩種都留下來 留在中華研究院 那所以這整個歷史 為什麼最後故宮 會不會從故宮搬到外窗溪 其實是跟戰後整個情勢穩定下來以後 老蔣總統對中華文化這四個字的 大概念所形成的理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整個靠近台北 Porky雞 好 柔岩 泥